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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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感觉交闪有点不行了啊 而且大王心力下来了 那EABO的闪也交掉 这一波人马其实是再下半区 再发育啊 要硬打这波下路旋风团了 因为看到EABO 他是吃完了 线才往上面赶的 这里BS16的位置 被卡在了龙坑里面 这很尴尬 被顶上去了 而且这里的话 铲到西魔 要秒西魔 西魔交闪现 奥文跳扬 这位置 YT五个人是先到齐的 双刀了狗球 让天神正落进去 交闪现出来 地板但是被沿途给抬走了 这波两边交换了一波技能以后 没有造成什么人员的阵亡 一行换影 这波狗球 三段位移 沿却先用大招封个路 确保自己能够先把掐过先锋 打掉雪上 但女台纸上就女台没有闪 这边想法要熏熏 交出了闪现 但是还是BS16给踹死了 这里长得野岛 这波爱奇可能要炸了 哎呦 BS16这个人马 这人头都是双C拿的呀 标记前期 直接是挽回了局面 而且这个先锋也可以拿手 主要是爱奇这边 其实前期 他确实是 回家直接裸了双五速鞋 好了 这把移骨就很明显嘛 就是我跟着他一动 欣宇但人马也在 太阳要把他砸出来 这边二连起两个人 先秒A爆 瞎到人都被熏给拿下来 旁边落了个机兵 人马也要死 后续的话 BLG的人员全部赶到 但这一包奥文的羊 他撞的效果怎么样 撞起了只有一个女毯 太远了没人跟啊 还在做拉扯 狗熊这个位置 大招还没好的 Deman宝兰敲下地板 但是要被新德拉闪现给杀掉了 还在做拉扯 这边应该留不到人了 QE推 推到两个 这边留泡泡 先留的是一个奥文 但Nanny很肉 感觉杀不了啊 这边泡泡的杀害也还可以 这边的话杀的挑 是要秒狗熊 地板直接被秒了 还有个楚流 像楚流现在没有蓝了 必须要走了 这波新德拉技能命中了 命中率挺高的 而且导致了 这边有小肉 有精无险 这边又打起来了 小龙 这边把蓝敲的还可以 严确的后面 铺了一个十场 这边把蓝有大招在手上 但是这四个人 要强秒宝兰 而且大招是定到了 这边的寻寻 感觉走不了了 看人头归属给谁 但是被吸魔给收掉了 要点燃烫死的 这里奥文是没TP的 那上路过不来啊 那这条龙的话 要有标准收不囊中了 是 还有没有什么 一个Q抢龙的奇迹EV 等一手奇迹 这边直接点下去了 算了算了 命要紧 因为BS16有惩戒的嘛 我上路的奥文 是爽吃了一波线 两件套都出来了 这个魔切才疊了一半 来了大招直接揣到薰身上 接卡莎的飞要秒军 直接被BS16收下人头 而且查队这个位置被掏了个虚弱 伤害也是跟不上 这波好果断 BS16 也是卡莎这个时间点装备太强势了 他海耀杀手加大剑的 已经可以进化了一个Q技能 最后是大招配合一个卡莎的Q技能 直接收下薰的人头 这把海耀杀手出太早 都是发育非常的好 但是APP的两件套毕竟比炮弗的两件套贵嘛 直接叫扬了 新的拉交闪 这边落了一个红色帮的GP 宝兰这个位置感觉要被留下来了 但是炮弗在掩护宝兰撤退 这波的一波月塔 又是策划的不共而返 其实想法是很好的 想先行秒掉一个辅助 然后去动笼 把这个站位置 这边卡莎蓝切做出来了 他选的第二件做一个蓝切 这个出张其实现在是比较少见的 之前有很多玩家会这样出 尤其UZI他会说 这样出的话 因为蓝切便宜嘛 蓝切属性比较好 先来看一下 Nanny直接击过来了 这边水龙已经要没了呀 大招封路 封了对面一个人在外面 这波是个四打五 但是Ig没有好的机会上 狗熊先跳进来了 女彩大招大到两个人 人马在出阵 这波Ig好像有点溃不成居 牛头这个二连 虽然砸起了三个人 但是后续输出是跟不上的 这里人马直接肆无忌大 在人群中疯狂的开启Q技能 打风车疯狂旋转 要被追死了呀 侮辱BOG这个阵容 毫果断的开团 团战人马狗熊一起进 Ig阵容急着冲散了 还是他回防一下 他这边想拆了呀 吊肯定是要吊的 吊肯定是要吊的 还要上吗 走对越级二连 伤害能够吗 天神阵路直接往后撤 伤害不够啊 想杀这边的狗熊有点勉强 狗熊自己大招 这边只到了泡芙 泡芙交闪现 后续Nanny开个大招 但这个大招能敲什么 敲的位置不是很好 人马冲进去 把对面的人给冲散了 这边的话急火 欧恩也倒 宝兰开了个大招 但对面三个人 欧倒宝兰 宝兰也是没地方可以走啊 能不能换一个XDD 一技能 没有插死 XDD的话得往后撤退了呀 但大龙怎么办 这边直接去大龙了呀 仅剩的一个XDD 抵挡不了对方 五个人对大龙发起进攻啊 这边是想找新墨的位置 XDD想要抢龙吗 这个位置 感觉没什么机会啊 等一标 有没有机会 那至少也得是 红标吧 这边过都过不去啊 属油箱在外面拦截 大龙没了 大龙也没了 这边XDD是做了一个神圣分离 他只能靠奥恩的羊来打反手 哎呦 直接直爆栏了 这边仗着自己肉 新墨完全不虚 大招只到XDD 这边想动XDD QG再定一下 但XDD还是很难杀的 这边狗熊来到正面 BLG爆团非常的快啊 借着大龙BUFF 要恰巴影的下路二塔了 奥恩的话马上逼回家 但是现在奥恩是只有12级 而且奥恩这个装备 团战其实不太能挺 对 坦度不太够 自己的日元圣斗都还没升级 新墨是直接做了一个中亚 非常的稳啊 不给对方一点机会 他那块表示没有用 比较依赖打野和AD的一个发挥 确实他们这边只有两个 来了 小技能衔接 能不能杀狗熊 但是敌门 你们根本不怕 直接大回去了 人马冲进去孔雀三个人 这边这边宝兰开个大招 但是只要闪现往外拉位置 奥恩这个阳 虽然抓紧对面两个人 但膝膜止进去 太肉了 打不动 这边眼圈要死了 虚心倒的话 泡沫的速度位置很一般 没对面就粘住了 这一波IG打不过呀 常在血手已经出发 常在这个位置 什么要办法跟兄弟们正面输出了 要毙了 这波卡莎直接飞进一人 飞进四个人 然后一个闪现出去 我甚至觉得这波 A波要捐了 但是确实他真的是一高人胆大 他确实捐了 但是他伤害打出来了 他这也是A波的风格 A波是这个风格 IG每次小技能衔接机会 都是在狗熊身上 而且弟们根本就不怕 找他求稳 不想给任何一点的机会 对 因为也知道 IG确实翻盘能力很强了 但这边被找到机会了 指上去 直接大招灌到Nanny身上 Nanny也吃不出伤害被秒了 2LN都是瞬间被融化的 这个团战 打不了 基本上打不了 正面团 这就是无压力动大龙了 这边大龙 下路去带兵线 然后顺势拿水龙魂 现在下路兵线太好了 对波IG得提前去水龙坑 8500的经济 并且作为延确来说 如果快30分钟的时间 都不到10000经济的话 那确实装备很惨 而且宝兰也是因为前期不断的 游走 导致自己的发育比较差的 你又要被秒了 这边西方指进去 狗熊一个绕后的位置 还可以 驯又死了 死了情况下 我这个羊又只撞到一个女毯 这边的话 只能靠跑步一个人输入 但泡芙面对有水龙魂的敌人 根本就打不掉血 Apple给泡芙挂了个虚弱 也是成功逼出泡芙的闪现 这边呢 查队被踹回去了 除了像开了一个金身 规避的查队在想斩杀他的想法 那感觉要一波了呀 只剩一个泡芙 一个人守不住啊 这狗熊刚在防御塔下 玩了半天 血根本就不掉 越打血越多 是 打得还没回得快 那感觉要提前 恭喜一下BLG 成功拿下第一把 确实打得很漂亮 从霞虎先锋那波转折开始 这场比赛来看的话 其实前其他一季打是非常好的 几波节奏把握得很好 但是从那波霞虎先锋 感觉是选手可能绝对 这场比赛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